原标题 日本天皇退位后将出现哪些变化? 日媒盘点五大变化 环球网综合报道 日本政府一日上午组织召开皇室会议 讨论天皇退位问题 现年84岁的名人天皇定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 皇太子得人于5月1日即位 名人将成为日本皇室近200年来首位生前退位的天皇 那要此次退位对日本皇室以及国民的生活将因皇位继承产生何种变化? 日本共同设12月1日基于实现天皇退位的特立法等盘点了五大主要变化 一、称呼及竞称 退位后日本天皇的称呼称号将变为上皇 皇后的称呼将改为上皇后 两人的竞称皆为陛下 二、新天皇家等 日本皇太子得人将成为新天皇 皇太子非雅子成为新皇后 新天皇家成员为天皇夫妇与章女爱子三人 三人将在皇居寓所装修之后 从现在居住的东京圆赤板的东宫寓所移居 退位后的天皇与皇后寓计将在其他住所 临时居住一段时间后搬到东宫寓所 鉴于皇太子得人即位皇太子弟弟 丘小宫将成为第一皇位继承人的皇室 丘小宫的长子幽人成为第二皇位继承人 皇室典范为定皇太子为天皇之子 现行制度下丘小宫无法成为皇太子 然而由于享有与皇太子同等的待遇 皇室经济法所定的每年皇族费将增长到915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538万元 为目前的三倍 三组织 日本宫内厅内将新设照料上皇和上皇后的上皇值 以及辅佐邱小宫的皇次质 上皇值的人数预计将维持 目前作为是纵职照料天皇和皇后的80人规模 皇次质将为50人规模 与负责皇太子一家事务的东宫值相当 四年号 年号法采用一代天皇一个年号的11亿元制 随着新天皇即位将改元 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公布新年号 为了减少对国民生活的影响 将安排足够的准备时间 五天皇生日 随着特立法中写到的节日法部分修订 节假日天皇生日将改为皇太子 得人的生日2月23日 但由于即位日2019年5月1日 在2月23日之后 新的天皇生日将从2020年开始适用 责任编辑 张言 5日元 我们下期再见